上一世,妻子过疲劳,突发脑梗离世 等我出差赶回来时,妻子已经进了火化炉 我悲痛欲绝,妻子还未下葬 我竟被告知妻子临死前,将公司所有的工程款转到了国外 我被合作商集体告上了法庭 入狱十二年,出来后满身伤痕 为了生计,我不得已送起了外卖 却看见本该投胎的妻子,衣着鲜亮地住在豪华别墅里 还有了女儿,妻子认出我后 嬉笑两声,给我打赏了八十八小费 这么热的天,真是辛苦你了 而我在连年的气乳下,身体早已破败不堪 当场气晕,在她家门口 因送医不及时,死在了和她重逢的那天 上天垂帘,让我重生,回了妻子突发脑梗的这天 正文开始,挂断电话后 我看了看熟悉的时间,掐了大腿 一把才意识到,我是真的重生了 得知妻子突发脑梗在抢救后 我立马中断会议,买了最近的机票赶回去 起飞前,我给柳如烟弟弟柳少杰打去电话 交代她,务必要等我到场再火化 柳少杰支支吾,几度欲言又止 上一时我赶回去时,被告知柳如烟已经进了火化炉 我连她的尸体都没见到 下飞机后,我赶忙确认,却仍旧被告知 柳如烟于一小时前已经去世 已经在火葬场了,我再三叮嘱 等我去签字,我想见她最后一面 答应是答应了 等我到达后,还是被通知根据流程 临车送来后,就得立即安排火化 我怒不可遏问道,谁定的规矩 我身为她的丈夫都没签字 为什么不能等等 柳少杰见状,赶忙拉着我解释道 爸妈,把亲朋都通知来了 这么热的天,你也不好耽误 他们太久吧,速战速决为好 我冷哼一声,执意要去问清楚 亲朋们赶忙拉着我劝阻道 几拨打,算了算了 让烟烟安安静静走吧 不要闹,不要闹 我气得紧握双拳清金暴露 柳如烟的弟弟见状,赶忙叫我拉到一旁劝道 姐夫,节哀 姐姐送到医院时,已经抢救无效了 我看着她满脸悲伤的模样 仍旧反问道,我就是想知道 你们为什么不等我就签字 柳少杰低下投小声解释道 我们也是悲伤过头,没想那么多 这不是想着你赶回来也要时间 悲伤过头,我不禁苦笑 上一世,我悲伤到什么程度呢 我抱着柳如烟的骨灰盒 跪在地上哭到不能自已 我在雨中一遍遍换着她的名字 问她为什么就这么离我而去 后来我直接两眼一黑,晕倒在了墓顶 我生了一场重病,几日几夜醒不过来 当我在醒来时 将我的病床为满,他们告诉我 柳如烟死前,将所有的款项 都转去了海外账户 一时间公司破产,我被他们告上了法庭 判了12年,我和玉爸们 分在了同一间牢房 他们心情不好,整日整夜对我拳打脚踢 出狱时,我被整顿胃癌 骨癌晚期,为了多活几天 我不得不干起了外卖 直到那日,我送餐看到了 千万别墅里的柳如烟 抱着一小女孩有说有笑,我才知道 一切都是骗局,柳如烟认出我后 并没有丝毫慌张 他拿出手机,打赏了我88元对我说道 好久不见 你这副样子,可真让人恶心 最终我气得晕倒在了他家门口 他觉得晦气转身离开了 是保姆打的急救电话 送到医院时,我已经丧失了求生欲 想到这里,我捏紧了双拳 按下决心 上一世,你住在我身上的苦痛 我要你百倍,千倍还回来 柳少杰见到我谋底的恨意 请出了他爸妈劝我 纪伯达,是我们没有考虑周全 你要怪就怪我们吧 我一直很尊重他们,爱乌吉乌 他们一定是怕我去问过流程后 找出蛛丝马迹 可我没有那么愚蠢 柳如烟的爸爸,之前是我家的司机 和柳如烟在一起 后我便让他辞了职 每个月给他们转高额的生活费 让他们打打牌散散步 享受天伦之乐 亲朋们不知道火化炉里适合景象 但他们一家三口,一定是帮凶 我收起眼底的怒意问道 前年我出差前,还和他一起吃了早饭 身体并没有异常 确定是脑梗吗,怎会如此突然 这时柳如烟的妈妈突然蹲下大哭起来 都怪我不好 邻居家孩子病了,没人照顾 我便逼着烟烟去照顾他几天 谁知道,谁知道烟烟太过于静心 就发生了这事 那孩子发现时,烟烟已经晕倒一阵子了 我故作疑惑地问道 邻居家孩子是,柳如烟妈妈赶忙说道 就是伊藤诚 你见过的,上一世 我送餐到柳如烟家门口时 客厅挂着伊藤诚和他的结婚照 一切都对得上,我故作大声地问道 伊藤诚来了吗,他不该给我一个解释吗 上一世,我第一次知道 伊藤诚这个名字是在婚前 柳如烟向我坦白 他心中有一个爱而不得的白月光 我追了柳如烟整整两年他才答应 在那一天,一切都有了解释 因为伊藤诚追心上人,出国了 他才死心看见一直站在他身后的我 我并未介意 只是问他,那现在你还喜欢他吗 柳如烟牵起我的手甜甜地说道 当然不喜欢了,我们都要结婚了 我将他搂在怀里说道 以后我的都是你的,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婚后我把公司的管理权都给了他 让他做女强人,我在背后默默支持 谁知他会卷走我所有的钱财 害得我弃绝身亡 亲朋中没有人之声 我补充道,伊藤诚呢 是根本没来还是走了 柳如烟妈妈,赶忙慌张地拉着我的手说道 你小点声,这么多人在呢 伊藤诚还病着呢 他要来我们没让,婚前婚后 柳如烟的爸妈都很护着伊藤诚 他们说,伊藤诚家对他们有恩 让我多照顾他些 自他离婚回国后,他工作,房子 一切都是我帮忙解决的 我一直以为,柳如烟几次三番 要我帮帮他 只是为了还恩情 却没想到,柳如烟对他的心思一直没断过 是我恋爱脑上头,被蒙蔽了双眼 才掉入他们的圈套之中 柳如烟家的亲朋们也附和道 听你岳母的,让燕燕安安静静走吧 不要怪任何人 只能怪他命数如此 人善被人欺 这群亲戚之前没少让我帮臣 甚至子女都让我帮忙安排附家子女相亲 如今反倒站在柳如烟爸妈那边了 他们还以为柳如烟的爸妈 是强大的靠山吗 没了我,他们什么都不是 我看着他们丑恶的嘴里 胃里一阵翻涌 抱着垃圾桶吐了起来 想到早上赶飞机 到现在滴水未尽 还是没拦住他们送来火化 众人吓得赶忙问道 怎么回事 不会是悲伤过度生病了吧 要不要打120 谁知柳如烟的妈妈 轻拍着我的后背小声说道 医院暂时就别去了 忍一下 等会还要选目点 你付完钱再走 我的谋底尽显寒意 无论我给他们多少钱 他们还是一毛不拔 上一试 我得了急性蓝尾炎 要被推进去做手术 柳如烟妈妈为了旅行 在手术室外拉着我 让我把黑卡拿给她 才肯松手 有次我高烧近40度 她妈妈为了面子 非让我起来去餐厅接她 就为了向小姐妹们 炫耀她有个有钱的女婿 柳如烟的爸爸也是如此 除了要钱对其他丝毫不关心 这一次 我绝对不做孬肿 我一把推开她 颤颤巍巍起身说道 不好意思 我实在不舒服 先走一步 众人见我唇色惨白 纷纷点头同意 身体第一 你赶紧去吧 谁知柳如烟的妈妈 却拉着我说道 那目的 我一把甩开她的手说道 你们决定就行 我知道她的意思 可我假装无事快不离开了 按照上一试的进度 距离合作商 上门还有段时间 再去医院的路上 我第一时间联系了兄弟孙玉成 她家自祖父背起 就是国内知名律师 由她和公司法务配合 找出证据 或许容易得多 他们不知道的是 秘书早已帮我取走了 柳如烟的死亡证明 我发现 柳如烟并没有被送到市医院就诊 而是去了一家私人医院 上一试 沉浸在悲痛中的我 并没有发现这些疑点 换句话说 他们根本没有给我调查的时间 我跑到护士站 拿出死亡通知书问道 请问 这位急救的医生在吗 我想找他了解一些事 谁知护士看了两眼后就跑开了 留下一句 你稍微等一会 我看得出他眼神中的闪躲和慌张 我知道 此事一定不好处理 我们在护士站 等了足足二十分钟 无人搭理 我只好摸索到医生办公室 开口问道 请问顾宇医生是哪位 里面在座的医生无意人回答 在我连番追问下 才有一个较年轻的医生说道 他离职了 我满脸震惊说道 离职了 可今早他不是 还参与抢救的吗 那位医生不耐烦地回答 中午离职了 具体什么原因 我们也不清楚 听完后 我直接报了警 来的路上我问了市医院的院长 死亡通知书 是不能随意开具的 要负法律责任的 见我报了警 那群医生 让我直接去院办沟通 到了院办后 院长直接拒绝接待 直到民警出现带我进去 我直接了当说明了来意 院长称顾医生家人突发疾病回老家了 手续已经全部办完 我质疑要求看出入院证明 了解诊断经过 院长却说 顾医生离职了 你妻子已经去世了 还追究这些干什么 我向民警提 我要求对这家医院 今天参与抢救的所有医生进行调查 院长慌了神问道 你有什么证据吗 非要搞这么大动静 我冷着脸回道 因为我没有亲眼所见他的尸体 而且 顾医医生在抢救完我的妻子之后离职 实在有被常理 民警听完我的一通陈述后 立马展开了调查 首先 我们查看了 柳如烟被送来到上林车的所有监控 我硕士修的是心理学 看人无为表情 我还是有点能力的 监控看到一半 柳如烟的爸妈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他们将我一把拉走问道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为什么警察也在 我逆了他两眼问道 我还没问你们 你们怎么来了 不应该再下葬吗 谁知柳如烟的妈妈拉着我就要走 我一把 甩开他的手问道 什么意思 我还没调查结束 柳如烟妈妈气急败坏说道 你要调查那些干什么 燕燕已经走了 死亡证明你也看到了 此刻 我突然想到柳如烟生前 签署过一份器官捐赠同意书 也是我偶然在书房发现的 柳如烟说是她闺蜜 硬逼着她一起签的 按照常理而已 医院必须遵循规定 将她可用的器官捐赠出去 才能送去殡仪馆 我立马与其坚定地说道 我要起诉这家医院 柳如烟爸妈像看疯子般看着我问道 你又要干什么 为难人家院长还不够 还要起诉人家 我看着他们理直气壮的模样 只觉好笑 我笑笑说道 柳如烟生前曾签署过器官捐赠协议 按照道理 医院需要将她可用器官捐赠给需要的人 才能宣布死亡进行火花的 柳如烟妈妈立马反驳道 不可能 烟烟怎么会捐赠器官 你不要胡说了 我不愿和他们多做纠缠转身说道 你们可以走了 我要继续调查了 柳如烟见劝不动我 坐在地上撒波达滚起来 己波达 算我们求你 不要再闹了 没有用的 我抬谋反问道 哦 是吗 那柳如烟卷走我公司的钱 你们赔吗 柳如烟爸妈彻底慌了神问道 你 你怎么知道的 说完 我笑了笑继续问道 你们知道柳如烟卷走了我多少钱吗 还有 她真的死了吗 柳如烟妈妈拉着我的裤腿哽咽道 你不是亲眼看见她在火化吗 我一脚踢开她 满眼星红地捏着她的脸问道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她真的死了吗 我知道 他们不会说真话 可我也不是傻子 我掏出口袋里的录音笔 对着他们郑重其事地说道 我最后再给你们一个小时 你们如若还不说真话 柳如烟欠我的钱 你们跑不掉 柳如烟妈妈拼命拖着我喊道 烟烟欠的钱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你可不能怪在我们头上 好一个大男龄投个自飞 可 你们一个也跑不掉 我转身离去 柳如烟的妈妈 依旧贪坐在原地央求 民警将调取到的监控 重新播放看了一遍 在柳如烟被推进抢救时前 一切都很正常 柳如烟的爸妈和一腾成都在场 只是抢救时的灯亮后 他们三个的行为有些怪异 我从柳如烟爸妈的微表情看出 他们虽然很紧张 但不是因为柳如烟紧张 他们时不时在一腾成耳边低语 眼神也是东张西望 我喊停了这一幕问道 能不能把声音提取出来 技术员摇摇头说道 这家医院的监控提取不了声音 手术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 医生便走出了 告知了结果 柳如烟的妈妈 拉着医生的衣角 立马哭了出来 可一旁的一腾成却始终在低头看手机 我指了指一腾成说道 他反应异常 可不可以将他带来谈话 民警反反复复回 看了视频说道 目前只能让他过来做个笔录 这是柳如烟的妈妈 冲了进来 拉着民警的手说道 我们撤案 不调查了 我女儿已经去世了 调查再多她 也不会活过来的 我一把 将她拉了出去呵斥道 你要是再阻拦我调查 别怪我不客气 你女儿还没下葬 你不该在这里 该说不是 柳如烟妈妈撒泼的本事是厉害的 她再一次在走廊哭了起来 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看 你们快看看我家的好女婿 我女儿尸骨未寒 她不去处理我女儿的后事 非要来人家医院闹事 围观的人将她归类为弱者 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 这小伙子也真是 分不清楚事情的轻重缓急 这位看来是女方的妈妈 你看她眼睛都哭肿了 我要是有这么个女婿 我早就让我女儿和她离婚了 你看她表情多冷漠 柳如烟妈妈越哭越烈 我无其耳朵吼道 够了 要是我查不出猫腻 我自会给你们一个说法 现在你们可以走了 我知道 他们不见棺材不落泪 在民警的帮助下 我顺利拿到了柳如烟的就诊记录 从各项检查指标上看 并无漏洞 正当院长长须一口气 露出喜悦神色时 我立马浇了一盆凉水上去 那你们有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柳如烟三年前是签署了 器官捐赠协议的 为什么她去世了 你们没有进行核实 而是直接将她火化了呢 院长不解地问道 我们有按照程序进行询问 病人家属说不存在这类情况 我冷笑两声说道 据我所知 这些是可以直接在系统里核查的 你们问家属后 有签字吗 民警让医生立即对此事进行核查 证实我所言非虚 继而院长和一众参与急救的护士们 都被民警带走做笔录了 上车前 柳如烟的爸妈 仍不死心追了上来问我 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 我强忍着怒意说道 我给过你们时间考虑了 接下来 我要做的事情 你们也拦不住 我快步回到了公司 我让秘书通知了公司财务 中层以上开会 到公司时 孙宇诚正带着法务们 焦头烂额的查账 就目前的结果来看 和上一世一样 柳如烟从三年前开始 就在逐步转移公司收益 我气愤不已 但好在现在还不算太晚 会议很简短 我布置任务后 就去了派出所 柳如烟的妈妈期间 一直在给我发信息 最后我给她回了个电话 柳如烟妈妈在电话那头 怒不可遏地说道 你快点把钱转过来 烟烟等着下葬了 我冷着脸说道 你们身上 难道拿不出这些钱吗 从今天开始 我不会再给你们一分钱 一切等着警察调查结果 柳如烟妈妈慌了神说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我们女儿走了 你就不管我们了吗 小心我们去告你 柳如烟爸妈威胁人最有一套 上一世 柳如烟爸妈也是 靠着道德绑架 让我为柳如烟的弟弟 安排大学 买婚房的 我冷笑两声回道 真是恶人先告状 你们去告吧 看看最终到底谁讨不到好 未等他们开口 我进而补充道 对了 柳如烟的户籍 已经被我注销了 你们手上 拿着的柳如烟的银行卡 那些全部作废了 没等柳如烟妈妈发作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谁知等我回到公司时 他们一家三口捧着骨灰 带着媒体 站在我公司楼下慷慨陈词 柳如烟的爸妈指着我说道 就是她 我们女儿尸骨未寒 她连目的都不给妻子买 甚至还威胁我们 记者们一窝蜂向我涌了过来 闪光灯晃的我眼前一片漆黑 我十分不悦地说道 请你们立即离开 可记者们嗅到头条的味道 如何甘愿离开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提问起来 请你针对此事解释一下 为何妻子 今天刚去世 就和岳父岳母断绝关系 请问 你不愿支付墓地钱是真的吗 难道你们婚姻早就出现问题了吗 请你具体说说缘由 我们也是受人之托 听完后 我大声说道 因为我正在对我妻子的死因做调查 我已经报警了 还有 婚后五年 每个月我都给他们十万生活 他们身上有钱的 说完 柳如烟妈妈却不乐意了 一码归一码 我女儿这笔钱 你今天必须给我们 我白白手准备离开 谁知柳少姐举着木棍 就向我挥了过来 一时间 我的额头鲜血四溢 幸得孙宇成带保镖赶来及时 才制止了这场闹剧 孙宇成拿着目前搜集到的材料 对记者们说道 希望你们今日都能如实报道 如若虚假 我私将会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 孙宇成将我送去了诊所 告诉我 已经将部分材料送去法院 给记者们的也都是实证 我竟没想到 柳如烟从嫁给我进入公司开始 便四处安插人手 转移我的财产 我信任他 所以几乎不过问公司账目 可我也不是冤大头 我给了孙宇成一个别墅的地址 让他着手调查 定有所收获 孙宇成十分诧异地问我 你是如何知道这么详细的地址的 这可是江城最好的别墅区 上一时 我就晕倒在这个门前 我做鬼也不会忘记的 可我不能告诉孙宇成事情 包扎完后 我有些头晕 准备回家休息一会 我打开衣帽间 发现柳如烟许多贵重物品都不见了 包括我送他的名贵首饰 我问了王妈 说柳如烟在我出差的那天 带走了几个行李箱 婚后 柳如烟一直看王妈不是很顺眼 我叮嘱王妈少管她的事情 所以王妈也不清楚 她那天要去哪里 我想查出柳如烟的去向 便调取了小区的监控 按照王妈所言 柳如烟一人带着三四个行李箱 肯定是需要人接的 果不其然 她走到半路上了一辆黑色的麦巴赫 车上下来的正是一腾城 我将这段监控拷贝下来 同步给了警方 回到家后 孙宇成告诉我 柳如烟一家 用红色油漆 将我的公司门口写上了 无耻骗子 我笑笑说 拍下来报警 让他们照价赔偿 拇指的表情赞道 你早该这样了 想到你之前受的委屈 我就不爽 之前无论柳如烟一家 提出什么要求 我都无条件满足 柳如烟喜欢做美容 我便在江城 给她投资了三家美容院 她喜欢的包 我总是会想法设法 给她买回来 她想要的首饰 哪怕被别人拍走了 我也会尽力求人家 高价转卖给我 孙宇成常说 真不知道你喜欢柳如烟什么 妥妥一个拜金女 之前我总是为柳如烟辩解 她只是小时候受苦受多了 本性很善良的 殊不知 我就是妥妥一个冤大头 想法设法挣钱给她花 喝酒喝到未出血 是常有的事情 喝多了回家 还要被柳如烟责备 真不知道你耳朵是怎么长的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少喝点 人家不喝酒 就谈不成事情了 她不能理解我的辛苦 我从未责备过她一句 因为结婚时 我和她承诺过 凡我所有 你皆可拿去 若我没有 我帮你去寻 我将一颗真心捧给她 却沦落到如此结局 我的满腔恨意 无处宣线 当晚 柳如烟一家闹事的新闻 便被媒体爆了出来 我也算江城有头有脸的人物 一直以来也很低调 没想到会因为岳父一家 登上热搜 部分网友断章取义 说我良心灵灭 殊不知 我在等舆论发酵到最大化 人在顺境中 往往会遇到贵人 而我的贵人 正是我的青梅 顾青青 孙宇诚告诉我她回国时 我不以为意 自那次顾青青向我告白失败后 我们变成了拥有联系方式的陌生人 她放弃了国内的大学 直接出了国 这几年 在国外的学术报刊上 发表了不少论文 可当她出现在我眼前时 我剩下的只有感谢 我一直在寻找一腾成的前妻 我在整理柳如烟留下的物品时 发现了她和一腾成案通款区的证据 柳如烟婚后 曾飞去新国不下十次 我调查了机票上的时间 都不是公务出差 而一腾成 就是在新国节的婚 也就是说 柳如烟是专程去找一腾成的 顾青青热情洋溢地和我打了招呼 好久不见 我看着她如今自信洋溢的模样 也笑着回应了 没来得及寒暄 孙宇诚便急切地说道 时间紧张 我们直接聊正经事 顾青青拿出了一个材料袋递给我 里面是一腾成和柳如烟的亲密照 连录音都有 我有些惊诧地问她 一腾成不是说是她妻子婚内出轨 她才回国的吗 顾青青笑笑说道 看完这些证据 你觉得可信吗 不得不说 一腾成的前妻 是个很有头脑的人 证据链很完整 我提议 能不能让我见见她 顾青青白白手说道 她暂时不愿出面 她手上所有的证据都在这里了 随后她按住我的胳膊 面露难色地说道 听录音之前 你先做好心理准备 可就算做好心理准备 听完录音后 我还是血脉喷张 柳如烟实在不是个东西 我简短地听了三分钟 柳如烟娇羞地说着 一腾成 我不在的时候 你不许碰她 牵手都不行 否则以后不要联系了 一腾成喘着粗气回道 好 磨人的妖精 听你的 不过 你打算什么时候和几博达离婚 说好的三年 已经超过了 柳如烟娇羞地笑着问道 你这么着急干什么 还有一部分钱 没拿到呢 几博达警惕性高 别慢慢来 我差点一把摔碎录音笔 顾青青告诉我 在我和柳如烟结婚的第一年 她便和一腾成恢复了联系 而她的前妻 是有一次提前出差回去 想给一腾成过生日发现的 说是一物 从门口一直拖到卧室 那次的手机 被一腾成强制摔坏了 而后 一腾成前妻每每提及柳如烟 都会遭受一番拳打脚踢 而我记起 有那么一两次 柳如烟身后确实有伤 我要带她去包扎 她每次都推脱 似是在隐藏什么 我连连对顾青青表示感谢 要不是你 我都不知道 怎么找到一腾成前妻 顾青青打拒道 那你可要付我酬了 我笑着回道 等我钱追回来 价格随便你开 人没了钱 就会发疯 柳如烟一家被赶走后 再一次捧着骨灰盒 到我家门口蹲守 这次 我是和顾青青 孙宇诚一起回来的 柳少杰还用手机开启了直播 对着我的脸说道 今天就让你们看看 渣男长什么样 你看我姐尸骨未寒 她身边就出现了其他女人 你们说 这世道还有什么公平可言 说完 我一把夺过她的手机摔碎了 她怀里捧着的骨灰盒 也随着一声巨响 摔碎在了地上 柳如烟爸妈 洋装很心痛的样子 跪在地上 剪着散落一地的骨灰 我笑笑说道 要不要去验一验DNA 这骨灰 怕不是你们从哪里装的沙子吧 柳少杰气得上来 拎着我的伊林吼道 你凭什么摔我手机 我姐姐去世后 你就像变了一个人 说好的 会一辈子对我们好吗 我逆了两眼一身 名牌的柳少杰说道 你算什么东西 敢拿着手机对着我拍 没有我 你还不知道在哪里工作呢 我挑起了柳少杰的逆铃 他一拳挥了上来 将我打倒在地说道 是你让老板开除我的吧 我犯什么错了 这一切 都被顾清清用手机拍了下来 我知道 他们今天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 我就是要让柳少杰动手 我想让柳如烟亲眼看着他 最心爱的弟弟 因为打人被关进去的感受 我继续用言语刺激他 是我 你能怎么办 你的工作是我安排的 我想取消便取消 说完柳少杰的拳头 再一次挥了上来 两拳过后 警察及时赶了过来 有全部的视频 和我脸上的伤作证 柳少杰岂不要消停一周 他被警察带走时 还骂骂咧咧道 你这个畜生 怪不得我姐不要你 柳如烟爸妈见儿子被带走了 一直追着警车跑 而此刻 我正式吹响了复仇的号角 顾清清让他爸妈出手 动用关系 加快了调查的步伐 而我提供给孙宇成的地址 也有了结果 那栋房子 是以伊藤成的名义买的 是时候 去拜访一下伊藤成了 几年前 我帮伊藤成解决工作问题时 留过他的手机 接通后 他与期间满是差异 纪总 这时 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我约他吃夜宵 被他言辞拒绝了 今晚不方便 要不明天我约你吧 我没有反驳 电话挂断后 我们带着法务出发 去了那栋别墅 再次站在门口时 我心中五味杂陈 顾青青在这小区里也有房产 所以 我们花了两包烟 便拿到了当天 伊藤成家门口的监控 自伊藤成接往我电话后 有一男一女 开着麦巴赫离开了小区 而那女人化成灰 我都认的 是柳如烟 我们立刻联系了警方 将这段监控发了过去 并请他们进行拦截 若我猜得没错 他们应该是要当晚离开江城 经过警方的快速比对 监控里的人 确实是那位已经离世的柳如烟 她的一切证件作废 是无法乘坐飞机的 所以 警方通过监控 了解了他们的行踪后 我们便出发了 伊藤成带着柳如烟 开车去了郊区 而我在郊区有一栋山庄 是我爷爷留给我的 我闲少居住 警笛声响起时 伊藤成面色慌张地 正准备逃跑 我快步冲进山庄 四处寻找柳如烟的身影 屋内残留的乌木玫瑰香水味 确实是柳如烟爱用的 我站在客厅大声喊道 柳如烟 出来吧 现在自首 还有可能从宽处理 伊藤成跟在我身后立马说道 什么柳如烟 他不是已经去世了吗 我走到他身边 嗅了嗅他的衣衫问道 这屋子里的玫瑰香水味 是你的吗 说完警方 将他们离开别墅的监控视频 播放了出来 柳如烟见状 从二楼灰溜溜地跑了下来 我看着面色红润的他 勾唇一笑说道 好久不见 柳如烟 你不是 应该在地下长眠吗 民警见到柳如烟出现后 立马将他烤了起来 柳如烟气得满脸通红问道 为什么把我抓起来 我犯了什么事 伊藤成一把 挡在柳如烟身前解释道 都是误会 我们可以解释的 你们不要抓他 亲眼看见这对狗男女 你弄我弄的样子 真让我感到恶心 话音刚落 伊藤成也被抓了起来 柳如烟歇斯底里道 吉伯答 你快放开伊藤成 一人做事一人当 有什么事你冲我来 伊藤成赶忙说道 燕燕 我陪你一起 我冷哼两声说道 你们不用在这演戏 一个都跑不了 民警将他们带走前 我低声和他们说了两句 顾轻轻拉着我的衣袖问道 你是怎么知道 柳如烟怀孕了的 我沉下眸子回道 因为他遗漏了一瓶叶酸在家里 而且 如果不是怀孕嘛 他应该没这么着急假死 当然 这暂时都是我的推测 可没想到 一切都是真的 民警带柳如烟去医院咽了血 证实了 他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而我 确实在一个月前的清晨 听到了他的肝偶声 当时的我是有些兴奋的 我一直想和柳如烟有个孩子 可柳如烟始终不公布这个喜讯 让我心生疑虑 他们被抓走后 我长须一口气 我相信柳如烟挪走的款项 一定会原封不动的 还到我的手中的 因为公司所有帮助他的人 都被带走了 我看着谨慎的员工 决定每个人多发一倍的绩效 一切尘埃落定后 孙玉成开始操心起了我的私事 他告诉我是顾轻轻主动联系他的 听闻我的事情之后 抛下手头所有的研究项目赶了回来 我拍了拍孙玉成装傻道 顾轻轻都没说什么 你反倒操心得很 这时 顾轻轻捧着一束花 从门外走了进来 他羞红了脸说道 等一切结束 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我 我没有立刻答应他 和高中毕业他 和我告白一样 但这次 我的理由是 轻轻 腾空心需要时间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段时间沉淀 顾轻轻没有伤心 而是点点头说道 我明白 等了你这么些年 我等得起 柳如烟一案很快开庭 连柳少杰在内 所有帮他造假死亡仪式的人 都受到了处罚 而柳如烟偷走的我的财产 也被尽数追回 柳如烟因为怀孕的缘故 被缓期执行 他所有的亲人被抓进去后 也没有收入来源 没到两个月 就因为精神问题 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听闻他半夜拿着刀 去敲邻居家的门要钱 还失手捅伤了邻居 一切结束后 我彻底变身 成了工作狂 而不一样的是 我的身旁多了顾轻轻 他花了一个月 彻底回到江城陪我 我想 未来应该是一片美好的 大家问我是否后悔取柳如烟 我的回答是 人生所有走过的路 每一步都算数 全文完